朋友们好,今天继续推荐年夜饭系列 今天分享三道菜 糖醋排骨,如鱼有才和青春多宝鱼 排骨谁要多钱啊 这点盐了 红烧啊,红烧的 拿这个 这个 好 这长大小 多宝鱼是超市买的,50块钱一斤 多宝鱼给它清洗干净 两面都切上花刀,方便入味 这个是提前泡的葱姜辣椒丝水 倒进去给多宝鱼去腥增香 大葱破开,攀平,切成细丝 生姜切成薄片 红辣椒呢,给它片薄一点 和生姜叠在一起,切成细丝 全部切好用汽水泡着,实际打卷 葱姜辣椒丝水呢,就是酱醋的 最后又切了一点小葱 搭配点绿色会更好看 多宝鱼用筷子架高,让蒸汽更好的流通 蒸锅上汽,一斤中的鱼呢,蒸上8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了之后呢,倒掉碟子里面的薪水 铺上葱姜辣椒丝 淋上热油,呛出香味 最后呢,再浇上生抽 或者是蒸鱼齿油就可以了 这样第一道清蒸多宝鱼就做好了 油菜一分为四 香菇去掉地 像我这样呢,给它切成片 锅中的水烧开 加上油呢,要焯水的食材 颜色更亮 下入油菜 大火烧烧两分钟 捞出备用 接着呢,下入香菇 也焯水两分钟 锅中倒油 再把油菜大火爆炒一下 这样吃起来更香 油菜本来就是熟的 稍微炒个半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炒好了之后呢,再像这样 给它摆个盘 立起锅 倒少许油 煸香蒜末 下入香菇翻炒 淋上生抽 炒出香味 再加少许的清水 炖一会 调味加上盐 白糖 鸡精 放上蚝油 放上一点老抽上色 一只开着大火收汁 汤汁收得差不多了 再一点一点的泥上水淀粉勾芡 让芡汁更加的浓稠 像这样千只都包裹住食材就可以了 出锅的时候呢 再淋上一点香油 把它盖在油菜上面 又是一道好吃 又寓意的连夜饭美食 最后呢 来做糖醋排骨 排骨冷水下锅 开大火焯水 水开撇去浮沫 再把排骨捞出备用 锅中少许油 先下入姜片 再加入焯过水的排骨 稍微煸炒几下 加上大葱 香叶和八角 再加入冰糖 开着中火呢 把冰糖炒化就可以了 不需要提前炒糖色 这样做的话 会更加的简单 糖化开 就淋上料酒和生抽 稍微炒几下 就可以加水了 加上开水 水量要慢过排骨 再加上纯醋 放几个山楂 或者是化煤 增加苦酸味 盖上盖 小火炖上50分钟 时间到揭盖 开大火收汁 收汁的过程中呢 把里面的葱姜和香料 都剪出去 这个时候呢 加上盐调味 汤汁收得差不多了 再补上一点醋 出锅前 再撒上白芝麻 好了 装盘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 简单 使用又好吃 烈烈饭的餐桌上 给家人分享一下吧 好了 我们家开饭了 就是说我们都单发卖的 我把这个吃的 这就是拔在水底下拔着 然后你看它扁着 你看到它 它就趴在下面趴着 一般动啊 你之前吃点手吗 吃点手 这鱼好贵 这有时候前面不过吃鲑鱼 这个比鲑鱼好吃 它不一定海里面啊 你吃点酥酥有味道的 我不是这么多便宜 你吃点 你说一下 你自己口 说有味道的 不要吃了 酥酥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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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葱拿鱼汤一下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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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味道酥酥就吐了 好吃 吃点糖醋排骨很难吃 好嫩 对吧 好嫩 好嫩 你看 这个肉 嗯 它就是 就不管是什么部位都很嫩 对啊 它就有点这个脆骨的 看着肉 嗯 好嫩 我还觉得刚刚那个肉排那一块 不嫩嫩 好嫩 这个食品真的好 再多烧一会 这个肉是有钱了 再烧一会 它再现维 就会烧腹 不然就不一样了 今天这个食品真的好 这就是烧菜的细节 好吃 你那个肉好 好吃 嗯 今天的菜像不像大饭店的菜 嗯 嗯 你的糖醋排骨就要饭店 香菇也好吃 香菇也好吃 香菇好好吃 芹菜也好吃 嗯 它这个质好 就喜欢吃这个小鸡菜 这点菜烧食品好吗 那菜不行了 就排骨要硕点实验 你给我房间烧我 糖醋排我也搞不出来 我现在要教你 手把手教学啊 嗯 这你应该教教我 你呢 这种食品应该烧 你想去我烧一下 好 我要敞烧我妈烧的味道 你妈烧的吃 你妈烧的吃 你吃他不饭好吃 嗯 他吃口包蛋好不好 哈哈哈哈 现在 辣椒不出自己的钱 太厚了跟你 我说辣椒不出蛋 显得他没有吃多少 知道了 嗯 跟你自己会照顾都别问 你看就不要吃 我问吧 这个糖 哇好多 放在你的恨人 没有一杯奶茶厉害吧 跟奶茶不像上下 我的天哪 你看这个植物有什么车 糖酱 对 它就是糖酱 所以他吃排骨一样 那我还是吃红烧排骨吧 嗯 红烧排骨煎好 嗯 我总感觉我看我前面这鸡辣椒 我觉得我吃了好多排骨 嗯 才吃了三块 把你们下面一块吧 嗯 我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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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